現場最年輕的就是麗妍 但是在這一個專業保養師 我覺得已經快30了 然後我最近才開始學會保養 因為我30歲以前 就是應該說我現在都沒有保養 我是最近這一兩年才學 可是我發現 我的步驟好像用錯了 所以我才想說素顏這樣 才變這樣 真的很好 什麼叫步驟用錯 就是我覺得 因為像剛剛她幫佩儀姐用的時候 她是慢慢的 我發現我有點太粗魯了 我也很粗魯 年輕都粗魯 年輕的時候不懂事 都覺得我要快 只要年紀一到的時候 所有的副作用都會出現 柳燕老師來搶救妳一下 對 初老的徵兆 前兆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真的是我的問題 請坐 其實麗妍妳看 她是我們當中最年輕的 可是第一個她的膚色 真是比小Call 比較安全 她已經是我們黃界的代表了 對不起我拿走了 可是妳更黃 而且她除了黃之外 她還暗了一點點 對 然後因為麗妍她有小雀斑 然後所以當她一黃一暗的時候 那雀斑就加起來就變左 然後她的膚色看起來不透 然後再加上她的那些紋 好啦我今天幫妳帶了一套產品 比較特別 它跟你一般的保養方式不太一樣 我們一般保養方式洗完臉之後 妳會用化妝水 妳會用乳液 但是針對麗妍她的狀況 我幫她選的這套保養品 她是先用乳液再用化妝水 她是反過來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品牌 對 為什麼要這樣用 因為第一個 麗妍她先 太黃 對 她太黃 然後她皮膚有點粗糙 就是摸起來有點稠稠 如果這時候我直接用化妝水的時候 它會浮在上面 好像吸不進去對不對 對 尤其現在很多化妝水 就是那種高機能型的化妝水 妳根本進不去 它已經進不去了 所以她先利用乳液 幫她做柔軟的動作 讓她的皮膚變軟了 漂亮 然後再來用化妝水 所以記得 如果是這樣程序的乳液 一定要搭配化妝棉 好 正確用量就是2到3下 這麼多 一定要這麼多 很多人都會直接用一點點 對 我也是用一點點 對 妳一定要多 因為我們要藉由乳液 它有一個油脂的特性 去柔軟妳整個的角質 然後我都會這樣把它捏起來 打一打 讓它均勻 這樣妳就整片都有乳液了 然後就從臉頰開始 就先這樣塗就好了 妳就讓它整臉都有乳液 然後記得 開始我們來做柔軟的動作 畫圈圈 妳就可以這樣畫圈圈 很舒服 很舒服 很棒 然後這樣全臉都乳液了之後 我們把它換另外那一面 再由下往上 由內往外 確保妳皮膚的每一寸 都有吸收到這個乳液 它的要給妳柔軟的這個部分 好 妳做完這個乳液 妳會發現它的光澤回來了 就會比較亮一點 比較通牌 有 臉也變小 接下來我要幫它皮膚變Q毯 就是用它的化妝水 然後化妝水記得量就要夠 這一個化妝水 為什麼要搭化妝棉呢 剛剛跟佩儀撿那個不一樣 妳剛剛佩儀的那個比較稠 所以妳就用壓的就可以了 這個比較水 然後因為 我可以用同一片化妝棉嗎 剛剛那一片 不建議 因為我們剛剛那一片 已經雙面都用過了 這翻出來 剝開 不是這麼節省 再拿一片新的 因為它有一個特別的用法 我們如果用舊的 它沒有辦法做這個動作 它會整個散開 因為我要用壓彈的方式 讓它皮膚的Q度回來 然後毛孔也變得比較細一點 好的 所以壓彈 以前我們都會說這樣拍 對 壓彈就是壓下去彈起來 所以妳做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彈的動作 對啊 每天這樣 不太可能 按摩了 不會覺得 這是一種按摩 對 這是一種按摩 它皮膚雖然是年輕的 但是它皮膚已經往下掉了 它的蘋果機器已經往下掉了 她才二十歲 妳要趕快加油了 我是最近才開始去保養 對 它這邊要保養 我是來的要保養 你看我們就只是看到 它用的水跟臉 兩邊的臉 一邊是亮的 一邊是暗的 就只是乳液跟化妝水而已 請問妳平常是 工作室做土水嗎 還是水 沒有 還是有扛瓦斯之類的 做招牌 做招牌 因為就做頭自己漏水 做招牌的 抓漏 風雨無阻 抓漏 對啊 他們才要去 烤烘或者曬太陽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自己年輕 所以就保養 然後我平常就只有化妝水 然後乳液就沒了 不行 太簡單了 妳現在要再加強 很慢 而且她選的化妝水跟乳液 一定要有出抗老 就是把我們初步的老化 把它抵抗起來 還是妳有在偷偷的保護 女總統之類的 保鏢 鏢 鏢鏢 所以其實是妳是不是 其實是我 因為她眼睛的狀況 也比較多一點 我幫她加一個眼霜 這個眼霜就是針對我們所謂的 初老的紋路 就是還沒變得很深 還在表面上 還有機會可以救的時候 我就用這一個眼霜 幫妳做加強 我覺得眼睛真的是女生 最容易先看出來的 對 就是老化的地方 有 最近有在學 好 然後按摩一樣很簡單 如果你平常不知道要怎麼按 你就是眼頭往眼尾 就這樣就好了 她這個好沙喔 妳不嚇的時候就這樣 老師眼皮要按嗎 上眼皮嗎 要 所以通常我在這邊按完之後 我就會最後剪刀手一起 如果技巧好一點點的 就可以這樣子來做整套 再回來 對 這是技巧好一點 如果不行的話就這樣 然後最後定格一下下 好 完成 有 她的眼鏡好萌喔 那個下眼帶的線都不見了 我這邊看起來好老 這邊看起來 其實因為年輕你知道嗎 所以膠原蛋白什麼都還有 對啊 所以這時候就其實 只有一點點微調就好了 年輕妹妹們 不要以為青春就是本錢就不保養 從年輕就養成保養的好習慣 才能永遠保有少女肌